哈喽大家好,我是短腿 一周一更的鸡尾酒系列已经拖成了两周一更 说起来这次探的酒吧还是一个刚来中国不久的韩国妹子告诉我的 当时她和我说的是这是一家相当有设计感的酒吧 想起了之前上学的时候教授说的话 有什么想要吃的美食不妨问问留学生 知道的也肯定比本地人多 这妹子呢这段时间给我推荐了超多的店 那也会慢慢地发出来 今天呢就来一起看看她推荐的酒吧吧 在铁像寺水街的这个路口的边边上 特别好找 我们去的那天人不多 看了看酒单 除了鸡尾酒、威士忌、葡萄酒、起泡酒也有 威士忌的种类不少 价位较为适中 不过从来没在酒吧点过一整瓶的酒 要是自己喝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喝完 现阶段的话还是量少 但种类丰富的鸡尾酒比较适合我 选了店家特调的玉树星辰 出来的颜值还是蛮高的 轻轻地喷上些苦爱 小茴香的味道迎面而来 这闻到小茴香味就能想到 红闷羊肉的我也是有毒 苦爱酒是我不曾尝试过的类型 常见于小说是许多艺术大家的挚爱和灵感来源 小哥哥说要不要试试直接喝的味道 接下来小姐姐的表情可以很直观地展现出这款酒的味道 闻起来的话首先冲过来的是 掺杂着大料的茴香味 还有一些松脂味 但入口太刺激了 口感超级烈 哪怕是回味中甜味很重 也是不想再尝试的类型了 虽说指引不推荐 但这款鸡尾酒的话 如果少喷上些苦爱 可以终合一下果香甜味重的主体 杯盐上的一圈白糖 简直是甜蜜加倍 要是混些盐在其中 可能会在味型上更丰富 更有层次 是很适合小女生的一款酒 那今天的经典款就是曼哈顿吧 它一度是我最爱的鸡尾酒 就像是其他的鸡尾酒一样 看起来简单 但却可以有万千的变化 威士忌 魏美斯 苦味的利口酒 这里就可以用苦精或是苦爱 曼哈顿整体的气息浓郁 高雅又柔顺 甘甜的味道下 有着暗潮涌动 又不间断的烈性酒感 在那持续其中的苦味 就像是时刻要把人点醒般的存在 在想醉 又要保持清醒中来回反复 而这杯酒中的酒自樱桃 通常是我决定要不要再来一家酒吧的元素之一 一般呢会给一颗樱桃 但在我这里总觉得不够 总会厚着脸皮 假装镇定地说 一杯曼哈顿麻烦给我三颗樱桃 而这三颗樱桃 就在我的一杯酒中贯穿全程 享受得不得了 有情提示 这款酒还是蛮劣的 酒量不好的朋友呢 请勿轻易尝试 店家在十一点的时候 还会贴心地送上一碗热汤 是醒了酒可以继续地更好的战斗吗 不过喝着热乎乎的汤也还是舒服 喝到这里 妹子意犹未尽地还想再来一杯 喝酒喝到这个时候呀 不妨让调酒师推荐 这加入了淡清的鸡尾酒 通过摇晃后 与其他的配料充分融合 入口会有轻盈的顺滑感 而这一款有着云淡风轻的茶香马蹄泥 也是度数不小 鸡尾酒往往会通过各种利口酒 糖浆果汁苏打水 来降低酒精的存在感 而且养酒一般上劲比较快 所以不论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 一定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根据个人的情况适量饮酒 这家酒吧还有一个 比较让我惊喜的地方 是不定期地会举办 威士忌的品鉴会 话重点哦 重点是免费 去年威士忌嘉年华的时候 还去上了付费的大师课 在讲解下会更进一步地了解 而这次参加店内的格兰杰丹伊曼牙威士忌品鉴会 细节上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期 一共品尝了六款不同风味的威士忌 老师的讲解也是详细 是一次非常不错的体验 如果对威士忌感兴趣的话 不妨来参加一下 这里有一个小插曲 去的那天没吃晚饭 等课上完酒喝爽 实在有些饿得我 想起之前来喝酒的时候 就看见过服务员端出一碗面 那次正好来试试味道 有红烧牛肉面和鱼汤米线 小哥哥推荐了鱼汤米线 说是每天新鲜熬制的鲸鱼汤做底 所以就有了四周都在热烈的氛围下喝酒 而我在这热烈的氛围下快乐地缩着粉 料还是很足的 奶白色的鱼汤鲜得很不油腻 不确定是什么臊子 但其中的烟熏味香辣味很适合刚刚喝了酒的味 不过大家还是不要学我哈 喝酒之前还是要吃些东西的不伤味 缩着粉看着09年终于有了大开的AA 又是开心惬意的一碗 也预祝大家周末愉快 这支短腿感兴的观看 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投个币加关注 以及长回来看看 那我们下一次再见